时间欺骗 首先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这个视频是一段14秒20帧的美式短视频 来自于抖音 抖音内容的基础时长就是15秒 也就是要求上传者在15秒之内 要把一个故事讲好 时间真的是很宝贵 做饭的过程呢 大家都知道还是比较长的 而这个短片在15秒的时间内 展示了一个做饭的全过程 用的什么方法呢 用的就是剪辑的 时间欺骗的第一种功能 压缩时间 因为我们拥有脑补的功能 我们并没有觉得这段视频 有什么突兀之处 第一种压缩时间的这个方法 叫做跳键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跳键 大家来看一下这一段连贯的画面 太快了 我们再看一遍 好 依然很快 那么通过剪辑软件 我们可以一帧一帧来看 对吗 大家可以看到 当手消失的下一帧 新的手又进入了画面 也就是说 通过跳键这种手法 大幅度的缩减了 拿取食材的这个过程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拍摄的时候 手的动作是不可能这么快的 这就是跳键的功能 省略过程 进行时间的欺骗 还记得我们第一天看到的 那个剪辑是什么的那部短片吗 那里面说越察觉不到 作为剪辑师就越成功 那里面主要强调的是 剪辑的无缝衔接的这个功能 多数情况下 剪辑的这个不漏痕迹 是每个剪辑师所追求的 但是更重要的是 剪辑技巧要服务于内容 当这个内容的需求 发生变化的时候 我们就要使用剪辑技巧来进行满足 跳键这种手法 就是刻意让观众发现紧几点 从而使观众产生时间缩短的主观概念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通过一段素材 来尝试一下跳键的操作方法和这个效果 首先我们拖动播放线 来观察一下这个素材 我们可以发现这段素材所展示的 是一个一个拿掉这个调料调味品的这个过程 这是我们接下来的操作 我们希望是大家展示一个一个出现的这个过程 同时呢 我们不要这个手部的动作 大家看一下 我们不要这个手放置或者拿取的这个动作 只是要调料一个一个出现的这个效果 那么大家想一下应该怎么去进行操作呢 大家实际的操作一下 来检验一下你们的想法 并且请大家带着一个问题来进行操作 为什么这段素材是倒许拍摄的 而不是顺序拍摄 那么大家先来操作一下 感谢观看